就是在比赛前 他们的训练赛是那种 运营往前打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们发现这样不行 他们那天就是好像就光靠运营 但是其他队伍都在练打架 他们就光靠运营拿到第五名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个错觉 就是ACT的二队会不会很强呢 后面ACT继续运营 发现他们怎么样也拿不到高分了 于是ACT现在他们训练赛只干一件事情 就是跟别人对跳 就是跟别人对跳 就是训练自己的枪杆和打架能力 我觉得他们是已经差不多训练出来了 不要说行走的八分 真的不是 你们相信我 他们上周已经让别人变成行走 DKG这个从老工业区往回跳 可能被TT设计了 TT这边看到DKG选了老工业区 就是在别的行动选老工业区 直接就来到老工业区 这可能要设计DKG了 DKG 这波怎么办 A6这边是一把短筒散弹枪 你这也要跟人打吗 还是别打了吧 雷仔那边枪械也不好 A6这枪械还可以 这个是谁 阿杰这边枪械 阿杰这边枪械很好 能不能打倒波波 应该看到了的 马枪了 波波这边跳得很及时 格子那边 格子那边一喷子把流子打了 我们要先看格子那边 我们先看NV这边吧 YZ这边把黄尔打了 军灭倒 只剩个清纯了 这么快的吗 这就是肉点的神吗 这就是肉点的神吗 只剩一个清纯了 这就是肉点的神 哎 清纯里边先打一个 会不会再被格子一喷喷了呀 不会再被格子一喷喷了吧 对面已经开始加了 已经开始加了 要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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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清纯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但是格子是个喷子呀 他应该要等队友给他减枪 他应该要等队友给他枪 队友已经给他UMP了 他应该要换UMP了 看 队友已经把UMP给他了 但是那边的清纯好像是没有要的 清纯 清纯捡到要不要把血打起来 最后一打一 拉雷骗一手 骗到格子了 格子已经走了 这手被雷骗到了 看了一个有红点的 哇 双方都大惨 刺激了 再拉雷骗一手 但是格子这次不上当了 格子应该猜到UMP了 但格子你要往上走的话 格子就可以扶人了 这个格子扶人 清纯再打一个要吗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兄弟们 清纯能否站起来 但是这时候 弟弟已经拉起来了 清纯又放到弟弟 那边闪电已经没了 清纯这边就只要拖着 就可以把你的分数都收下来 封了一个烟 看到没 我们看格子的时候 格子这边已经开始架这个窗口了 清纯知道你在架那个窗口 这就是顶尖高手的EV1 Solo 这边格子也很难受 格子这边 哇格子生残血了 格子这边被清纯架到了过点 直接剩了一个大残 这现在问题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格子这边一直在 在被清纯给压力 所以格子这边救不了人 哇清纯完成一波一穿四兄弟们 NV说 哇清纯牛逼啊NV 这时候NV说 格子这个时候那个谁 不是格子 这个时候 清纯要说 你们要靠妹妹来带了吗 谁才是妹妹 好像 好像是我这个妹妹带了三个 妹中妹是不是 FM这边怎么还在和 还在和这个 清纯在这边卡着 其实这样子下去 那边先说被看到了 3这边先打倒RGG FM回来了 这样再卡的话 你们看就周围已经有队伍都进圈了 这样打的话 下来就是两败俱伤的 这个 这个马路干拉的话 我不计会逮给 果然逮给了 这个马路干拉是必败的 哇 这个雷姐把木木炸惨 是真大惨 那个 那个干拉 必败给的 好吧 丢个闪 再丢个闪 他们到位置了 哇 兄弟们 闪光弹这种东西 千万不要相信闪光弹 因为它的范围太小了 你知道吧 闪光弹用来打先手是很难的 但是闪光弹打后手很厉害 闪光弹打先手真的太难了 如果说你相信你的闪光弹 白到人的话 你大部分时间都会 哇 卫无限 乌兹 还是强啊 我只剩33了 那这边就不看了 33这边我估计也是折弄不起来了 我们看DKG这波接架吧 波波也没了 波波是 波波的灵魂 DKG没了吗 DKG没了吗 好像DKG没了 DKG好像落地的时候就 DKG好像是被TT灭了吧 他落地的时候遇到TT 然后TT被谁打倒了 波波波一穿4 波波穿了我没看 兄弟们是我的 波波一穿4吗 这么猛的吗 波波一穿4 对不起 我刚刚太关注于NV那波这下了 没有看到那波 等会我们可以回放一下吧 DKG那波 我们回放一下 我刚刚结束的时候看一下 波波一穿4 DKG现在 就是 很大程度要看波波的照片 波波现在的话 确实是大多 这边是ST啊 ST这边胖虎之天了 说真的 我觉得清晨那个对战斗意识的把握真的很强啊 刚刚那种绝境下 他穿起来了 而且还是穿掉了今天状态 拉满的格子 格子 格子这场比赛 已经 格子应该已经有10个头了吧 对不对 之前他打了NV两个人 加上上场 Budley他已经有10个头了 我想 哇 他真大 哎 导师这个车 哇 兄弟们导师 这带个头盔真像个赛车手啊 胖虎不是最近状态不是很好 而是我觉得胖虎的那个 神灵附身体验卡到期了 真的 胖虎的神灵附身体验卡到期了 船长 胖虎 这边是AG遇到了体坛 然后体坛直接包过来了 体坛现在也真的是打架强碎 直接包过来了 哇 突然参与维持也很危险 我感觉AG这波悬了 AG这波很难 很难有什么操作空间 凯旋这边已经一颗火烧倒了土土 这边枪神也被大残 然后这边的火和烟立刻就过来了 火和雷 微笑 微笑被放倒了 现在还没架到 经典的话是凯旋 凯旋烟中恶鬼 凯旋是真的烟中恶鬼 之前的凯旋 烟中一穿四大家应该还是有印象的 哦 烟中一穿三 所以凯旋的穿烟还是值得性的 哇 我还以为他要被反杀了 吓死我了 差点被反杀了 我的天哪 大哥不要我一Q你们 你们就紧张呀 好不好 我估计自然餐应该是迟早会被清 哇 这颗雷 吓死我了 我以为这是对方丢的雷 穿烟还得看我凯旋哥哥 结束结束结束 看一下LJD有位置吧 LJD接眼好像是接 哦 是有了一个淘汰 主播淘汰王 废话 主播一直是淘汰王好吧 谢谢NV粉丝哥送的一个雪瓶 谢谢NV粉丝哥送的一个雪瓶 谢谢大家送 谢谢Para的小什么什么 送的 谢谢Para的什么什么 看不见后面的字啊 送的107 谢谢滴滴巴巴送的一个年度星光 谢谢谢谢 LJDV LGD不为 LJD店不为 我一直在说清晨的战斗 战斗意识特别强 我记得有一次防管问我 你那个现在选 就是战队经理选谁 清晨还是散兵 然后我说选清晨啊 清晨这爆发力强 而且他现在战斗意识起来了 应该可以完成一川多的操作 然后那天清晨拉了一批 然后散兵杀疯了那天 然后防管就来说他再也不信我 但是说实话 那个是我真的由衷地称赞清晨 因为清晨真的给我的印象 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他真的进步很大 你们也知道我选战队经理 我很少选稳定上分的人 我选战队经理都是那个 谁神经刀 而且是大神经刀 我选谁 我就是赌狗 我赌中两个我就上大分 我赌不中两个我就掉分呗 对不对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哎 微博你打训练赛就不要这么打了 微博打训练赛 我觉得他还是应该疯狂去转个干架 就练自己的协同 练自己的打架 打架打好了 打架打好了 什么都重要 哇 成c几天了 我以前很爱买WY 但是现在我发现王源源 王源源不可信任 我现在发现王源源不可信任 所以就不买WY了 我现在发现 游国川值得信任 游国川可以信任 然后的话 现在那个什么 我以前 我以前永远相信冯媚杰 现在我发现冯媚杰不可信任 因为冯媚杰现在位置 好像变成之前游国川的位置 所以 所以我最近又要相信游国川了 立刻买打架 再见再见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看我的眼 什么什么 送了16个年的光 谢谢老板 猫猫这边应该要倒了 哇 这都没倒 反正还打倒了一个 这边很机灵的一趴 两枪的事 让他真只开了两枪 4K这边先来补人了 哦 微博那边好像是和体坛打的 我们先看微博的体坛吧 体坛这边 凯旋那边也倒了 然后主蟹正在救七杀 微博这边只要来到近点 清掉体坛了 看一下北斋 北斋你要惨什么 北 找北斋几天了 V9这边 啊 V9也 不是吧 这位不对了兄弟们 这位不对了 微博这位不对了 776是精明啊 776 微博这位不对了呀 这位 这位有点像上赛级那位了 这位不对 这位不对 换 换蝶 微博快换蝶 你们 快换蝶 微博 明皇 哎 这位开队 明皇已经炸倒一个了 只剩一个七杀了 哦不对 七杀也倒地 野猫 快换蝶 打倒七杀 只剩一个顶上的 主蟹了 V9先拉上来 主蟹丢了一个闪 对 闪就应该这么拥格吧 就是打反手的 对面冲 而不是主动去进攻 这边闪 哎 对 这位才对吗 这位才对 哦 最后还是野猫 的人头 野猫拿到两个头 这位才对吗 兄弟们 这位才对 这位才对 明皇怎么搞的 这位又不对了 兄弟们 这位又不对了 这地在哪里啊 明皇的位置 好像还救不了 野猫去救明皇了 哎 这位置不好救吧 穿烟啊 Tony 穿烟啊 Tony 这你不穿烟的吗 你要对枪 你对枪可能会倒 看他气多万 北斋刚那个 直接开上坡 想去铲人 也太过分了 我觉得 你听到反坡后 就行了 干嘛要开上坡的呀 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 好了 微博这边不练战 直接走 没问题 兄弟们 青柔在发威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 青柔不打指挥的时候 当时在 我记得有一场比赛 应该是在屁岗吧 青柔好像是一穿四了 NV 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对青柔的印象 开始深了起来 这边微博还要遇到 请酒 就直接冲到了近点 猫哥一颗雷 猫哥直接被放残 这会儿又不对了 猫哥已经倒了 猫哥也倒 哇 木木这边直接 迷你连放倒两人 这会儿又不对了 只剩老八 老八应该也不会过两 老八还要尝试一下吗 这个 这波有点没办法 不过来 不过来 哇 LJD怎么又被灭了 LJD 哎 Z9不会走不了吧 Z9你知道 不撞车的话 应该是可以走的 啊 走了 走了 吓死我了 来到了一个厕所 对面直接追上来了吗 舒展直接追上来了 看下圈怎么刷吧 圈是一个西南切脚 SMG给我看一下 SMG这边清完了LJD之后 打起了状态 但是这边童家宝已经 严防死守 四个人卡死他 已经开始 童家宝这边这个枪线 应该是 应该是让SMG 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这个枪线有点绝望 今晚有TC吗 没有TC 莫莫是谁 莫莫不知道 莫莫应该 莫莫不是舒寒反正 T6是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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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边甚至还能打倒一个后点的托尼 但是这边童家宝现在有问题了 因为正义执法 就黄色那边的话 应该要被JD的枪线压制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正面的有生力量也只有三人 黄色只是偶尔能给上枪线之间 不能太依赖黄色 扣小已经被一颗火烧到了 要残了 看龙仔这颗雷有没有好多发挥 好像丢的早了一点 这颗雷呢 这颗雷直接放到扣角 问TC的教练吧 不要问我 莫主那边先补掉了口角 拉上来直接拉上来打 鱼醉在这边还是浑压醉的 剩一个美斯斯了 这边要一创二了吗 没有 都被莫主收掉 拉宝这边又是 轻掉了SMC 来看一下 看一下琴九和JD这波 打手那边已经把 托尼老师给补了 我买谁比较实惠 苏语路 RG苏语路 我记得他上周150的时候 我就说赶紧入手赶紧入手 他肯定有人投的 还有就是那个 这周的话苏语看情况吧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买苏语路 苏语路现在在担忧 我也担忧了 NV气氛活跃就说 不尊重比赛 兄弟们如果你这句话说的话 那你可以看看 微博的气氛是多么的 微博的气氛 那才叫一个活跃 那已经不是活跃了 微博气氛的叫什么 微博气氛的 那已经叫 叫集体 集体说相声了 好吧 已经 不是单口相声了 是四口相声 小悟空那边 这边还有机人编制 这边还只剩二几几个 应该要先拉人吧 得先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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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同家宝不会给你计划 多少知道你这边倒人了 锅都刚气死 对不对 肯定不能跟专业的比 对不对 但微博的气氛是真的很嗨 说实话 那天 那天那个谁 老八 不对 就是老八 老八拿锅砸人之后 你们可以看一下 野猫笑成了什么样子 野猫笑的 野猫笑的 我觉得他那个笑声 应该可以让其他队员 直接闭卖 实在是太吵了 图展刚是调了个单点吗 现在场面上 能载大开 西岩这边 能不能再操作一下 哇大惨 西岩没了 哇一滴血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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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恭喜同家宝这个持绩 同家宝持绩了 恭喜同家宝 九个淘汰持绩 赛场汉将给到了清晨 四个淘汰 一穿四 母亲 母亲 二穿四 二穿四 岩 五 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